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Java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非常简洁 三个字 累继承 面向对象开发 有这么三个最重要的概念 继承 多态 封装 对不对 今天咱们讲一下继承 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extense 什么意思 子承附类 我这写了这么多字 其实就这四个字 子承附类 好 那咱们看如何继承 今天马上进入实战 是这样 我做视频吧 咱们尽量少概念 多干货 什么叫干货 代码吧 对不对 咱看 咱不player了 这次 咱们是car了 变汽车了 咱们看看 我这有一个负类 叫做car 小汽车 对吧 好 接下来我这还有一个子类 bus 大公共汽车 这俩什么关系呢 负子 谁是负 car是负 car是负 bus是子 好 咱们看一下 我在这个负类car里面 干了个什么事 定义了一个私有变量 displement 什么意思 排气量 这车排气量多大呀 对吧 200 500 800 但汽车不可能这么低了 这摩托车 一般汽车至少得1.5 23对吧 两三千 对吧 像我那车 我那车 我那车1.5 我那车慢点 这后话 好咱们看 我这有一个属性成员变量排气量 然后咱们有一个构造函数 传进排气量 然后赴给咱们的属性成员 接下来咱们还有一个类的函数 输出一行代码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这排气量多少 多少cc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类的封装 然后咱们要继承这个car类 看看能不能继承 怎么继承 咱们把它看 bus继承car bus这么大 car那么小 居然它还能继承它 好咱们看 写法 public 公有类 类名叫pass 追 extend 继承 继承谁 car 首先说 这个C++中 它支持多继承 Java它支持不是多继承 它只能继承一个负 不知道为什么 这加个字 按理说不加字比较好 一般Java是 可以实现多接口 但是只能单继承 在这个C++里面 是可以多接口 多继承 这是另外的话题 好咱们看 我这定一个bus 然后呢 extend继承了car 继承完之后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地方 仅仅有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器 这构造器的内容呢 和这个负类car是完全的一致 然后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调个super super什么意思 负类 负类的构造器 换句话说 我这个子类bus 接收到了一个参数 然后呢 我调用负类的构造器 进行构造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咱们看看这个bus 跟car都该怎么用啊 我这bus只有一个构造器 其他都没有啊 好咱们看看它怎么继承啊 我这还有个门 还有个门呢 入口参数 入口这个程序入口 入口函数 在这个程序入口函数里面 大家注意看 我先定义了一个car的实例 传了一个排气量 2000cc 这车不慢了啊 这车至少能开到160 好 然后呢 我定习完这个实例的话 我呢 car有个方法叫做 展示 显示出来我的排气量 的方法 就这地方 show displayment 可以吧 我这发音还行啊 好 接下来咱们再做这个bus 咱们再做一个bus的实例 然后呢 new一下bus 同时传进一个 更大的排气量 bus一般的排气量 都是57000嘛 对不对 咱们就假算是个小bus吧 传个5000 然后呢 这个是走bus的构造器嘛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它会调用 负类的构造器 负类构造器 干起来什么事 把传进来参数 附给模板机变量 对不对 这很重要哦 好 那么咱们调完 负类构造器之后 咱们注意 这个bus 它也能输出 也能够调用 show displayment 这个函数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爸爸的 他爸爸继承 他继承过来了 所以说 我这个bus 虽然没有定义 这么复杂的属性 还有这么复杂的函数 但是就因为 我继承一下负类 那负类所有的公开的内容 我都能调用 但是负类的premite private 这个我是调用不到的 为什么 哎呀 你父亲也得自己保留点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一般他的protetic和这个public 咱们都能够调用到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一下代码 看一下效果 应该是bus的功能和car的功能 完全一致才对 好 我现在打开 咱们intelligent 然后咱们实际上运行 我现在先建两个类 一个叫做car 咱们都建在我这个 comma video下 机右肩 这个以前我用的是 我一边建一边说 以前我用的是eclipse 当时感觉eclipse还算好用 就感觉这个性能有点慢 当然这个intelligent性能也不快 不过总体感觉 比这个eclipse 还是要稍微的好一些 好一些 速度感觉 生成代码 提示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呢 如果您现在是刚学炸耀的朋友 非常推荐你 使用这个eclipse 不要使用这个eclipse 当然我也不是说 给eclipse做广告 它确实是不错 好 咱们把这个bus考过来 把bus考过来 稍等 OK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回到咱们的man man要干什么 这我就直接敲了 咱们看这速度都快 我上面一个car 没问题 它呢 不去 稍等 它呢 是car 然后传一个排气量 比如说像我的 1500的排气量 没有问题吧 为了挑成这个输入法 对 我这输入法总是中文 特别烦人 总是烦人 好 然后呢 我调用这个car的输出排气量 同时再声明一个bus 没有问题 然后 这 然后 bus同样给一个5000的排气量 没有问题 大家注意看 这就是这个intech的好处 它把这个参数名都给咱打出来了 非常的 怎么说 好理解 对吧 很容易的就把这说 啊 这个参数 这个530是付给这个变量 增加这个代码的可读性 太棒 然后是bus也能很容易的瘦出来 它的排气量 好 咱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go 哎 怎么样 大家请看 car的排气量是1500cc bus排气量 哎呦 这500cc bus这开太慢了 还没摸到车块 这bus 稍等 我改个5000啊 当然换汤不换 要意思是咱已经出来了 咱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瘦的函数 这个瘦函数 大家注意看 我是打出了本类的类名 然后输出排气量 那这样就看到了吗 我是哪个类输出的这个排气量 car类输出的是1500cc 没问题吧 然后bus类输出的是5000cc 哎 和咱们这个想达的目的都吻合上了啊 bus内容呢 bus类的内容几乎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继承一下父亲 那么父亲功能呢 它就都拿过来 这面对象的继承的非常非常的好处啊 以后咱们在做设计模式的时候 充分利用多态 利用这个继承啊 能够达到这个示范功倍的效果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搜索代码了 不是您听了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呢 我放到开心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You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手YouTube啊 学学翻墙 学翻墙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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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